主任表示,龙博士40年前有天主堂,老会长亲所所种植,老会长已经去世,每次上教会看见这些龙博,就会想起老会长对教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回忆,不过,居然有人将龙博剧断,令他们气愤又难过,因为如同就像是剧断,教友与老会长之间的情感连结。 凤凰台风来袭,家家户户在家中躲台风,原以为龙博士遭台风吹断,没想到后来仔细查看,竟是遭人为砍伐,而且是砍了教会浅的树,竹人怒斥。 这个具有历史悠久,将近四五十年的这个龙博,非常的珍贵,因为这是我们象征着我们对于我们天主的热爱,对于天主的这个信仰信心,都在这一棵树里面。 居民说,十多年前,也有一棵珍贵的龙博遭砍伐,至今仍未破案,这次偷砍树木则,变本加厉,一次砍伐两棵,越来越大胆,教友盘望情方能加速调查, 将窃贼绳之以罚,记得感谢花莲卓西采访报道。